大家好我是威爾主播 歡迎收看高談一課 一起來關心本週的高爾夫消息 先來看到的是BMW 錦標賽挪威小子Victor Hoffland 最後的後久表現簡直就是 神一般的表現 他全部只用了25推 後久還抓了7隻小鳥 而且他全部總幹數是打了61桿 當然也創下他個人最低桿的紀錄之外 也是BMW錦標賽 歷史上最後一輪的最低桿成績 來看到他前九打的其實有一點點不是那麼順 抓了兩隻小鳥但是有一個bogey 所以其實他在進入後久的第10棟開球的時候 在看轉播的時候可以看到 他的臉其實還是蠻茫然的 但他殊不知這最後九棟 已經鋪著花露在等他了 因為他後久簡直勢如破竹 來看到他一開始 其實他前九出發的時候還是並列第六 是復發的成績 但是他進入後九之後 10棟 11棟 12棟 連續三棟抓下Birdy 而且可以看到他幾乎 都是第二缸Aung 都是Aung在洞邊 洞邊大概都是兩步左右的距離 他也通通都有把握 全部都推進了 所以順利抓下三隻小鳥 13棟拿了一個part之後 然後14、15棟再繼續抓了背靠背的兩隻小鳥 後久打完已經抓了五隻小鳥 最後17、18棟 關鍵的17、18棟來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17、18棟 其實是這個球場 最難的兩棟 所以基本上你要把part都已經不容易了 沒想到Victor Hoffland的鐵桿真的是 無敵神準的 第二竿都Aung在洞邊 尤其是第18棟 他打的那個角度其實非常刁鑽 他是Aung在 旗桿的短邊 Aung在旗桿的短邊的時候 一樣大概是剩兩步不到的距離 他依舊把握了他的推桿 就推進了 那他就本場抓下了 九隻小鳥跟一隻Bogey 那他拿下了61桿 也創下他個人最低桿數的紀錄 本周 他除了拿下冠軍之外 他還拿下了360萬美金的獎金 而且他的積分當然也大躍進 排名變成到了第2 那第2這代表了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今天的凌晨巡迴錦標賽 他是可以有-8桿的優勢出發 我們來看看這張表格 可以看到 打完BMW錦標賽 進入前30名的 包括第1名的就是球王Scotty Scheffler 他是有-10桿的優勢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個 一開始打你就有-10桿 真的是超級好的一個 大禮包喔 再來看到的就是 Victor Hoffman剛剛講到了 他拿了BMW錦標賽之後呢 奪下了冠軍他的 名次要升到第2名 所以呢 他的優勢呢 也可以又從-8桿開始打 那第3名來看到小麥 小麥可以是-7桿 所以呢 其實他們3個人呢都可以拿到 相當不錯的優勢出發 再來看到第4名是John Run 他有拿到-6桿的優勢 而其實John Run 猛起來的話喔 真的是4桿對他來說 也不會太難追 再來看到的 比較特別的是第5名 Lucas Glover 他呢因為連續贏了兩場呢 連莊贏了兩場 所以呢他的積分排名也大躍進 他是拿到第5名 所以他有-5桿的優勢出發 那當然大家也知道 Glover 其實呢他只要推桿猛起來喔 真的也是蠻厲害的 尤其中長推 對他來說 也不太是難事 所以呢前5名喔 這些人都 蠻厲害的 再來我們來看到後面呢 包括第6到第10名 是有-4桿的優勢 包括是Max Homa Kanley 還有Harmon 那第11名到第15名 有Fleewood 還有Ricky Fowler 他們呢 Shuffler有-3桿的優勢 最後來看到的就是 Evan Park出發的這群人啦 Evan Park出發的有誰 有Jordan Spitz喔 他只有 你知道嗎 這一次BMW錦標賽我覺得 最開心的應該是Jordan 因為其實他打得起起伏伏的 包括呢 大家在看比賽的時候 這一次的這個BMW錦標賽可以看到他下面積分卡會告訴你說 這個人打完第幾棟他現在排名是多少 那Jordan曾經有一度是掉到32 所以呢他很有可能進不了前30 但還好後來喔 他最後還是 擠進了前30 雖然呢擠進前30名但是呢 他 要打巡迴錦標賽的話呢 他是沒有優勢他從Evan Park出發 那我們可以看到喔 後面的這 包括26 到30名的這些人呢 其實他們跟第1名有差10桿之多 10桿之多大概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至少 打了2ROM的 一個成績喔 就是有 2ROM成績的差異 所以等於是 Shuffler球王喔 他真的是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優勢 再來看到喔 這個Shuffler今年喔 真的非常厲害 大家就要聊到獎金的部分了 你知道Shuffler到底有多強嗎 他今年喔 他是第1個首位單季 獎金就突破2000萬美元的選手喔 包括Tiger Woods都沒有扮到過 那當然呢 也就是歸功於 今年的高階賽事獎金比較多 還有呢 就是大賽獎金也比較多 那如果呢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第1名排名 他有 富時甘的優勢領先 如果他可以好好把握的話 相信這個巡迴錦標賽 1800 他也可以納為囊中物的話 他今年的獎金 就有可能 到達3800萬美金 這將是非常非常高的成績 而且呢可能以後 要打破都會有一點點 困難喔 那再來看到喔 就是今年其實美群在一些高階賽事 獎金的加持之下喔 還有五大賽的加持之下呢 美群選手喔 其實不需要冠軍 他的荷包就可以裝的挺滿的 來看到喔 就是呢 第2名就可以 奪得 包括216萬美元 在這種高階賽事 其實第2名就可以拿到200多萬 是比有些普通的賽事呢 100多萬美金還要多 那包括Patrick Kenley 他其實呢 之前兩年呢 表現的還蠻好的 他呢今年就是 冠軍都沒有拿到半場 但是他的獎金呢 也突破了1000萬美元喔 包括他拿了 1個第2名 跟2個第3名 那因為呢 他中的都是高階賽事 所以呢 他就輕鬆突破了1000萬 再來看到 Hoffland呢 他呢 則是B&W這場有300多萬嘛 那再加上呢 PGA錦標賽他是並列第2 球員錦標賽呢 他是並列第3 所以呢 大賽的獎金 他也都有拿到 所以他今年呢 是有1400多萬美元喔 目前累積到現在為止 但如果他現在是第2名 他只要巡迴錦標賽 有拿到冠軍的話 他也可以突破3000萬喔 所以呢 巡迴錦標賽真的是非常精彩 再來看到小麥啦 小麥今年呢 他呢 贏的 2勝呢 都不是高階賽事 不過沒有關係喔 他包括美國公開賽的第2名 的獎金 就是拿到200多萬 這場喔 他目前累積的獎金 比Hoffland 少一點點1300多萬 好再來看到 另外加入千萬美元獎金的還有誰喔 就是 Windon Clark 跟Max Homa 他們一樣喔 是 單季有2勝 就輕鬆加入了千萬美元的行列了 再來看到 旅美的選手喔 包括是我們的 小安 余俊安 還有 小盤 潘振聰 他們今年的獎金到底是如何 因為呢 他們兩個都 殷商缺賽了不少場喔 所以呢 獎金稍微少了一點點 但是余俊安還是有拿到 117萬美金的獎金 他目前排名是116名 那再來看到 小潘潘正從呢 也是有100多萬的美金喔 他現在排名是121名 不過兩個人接下來都還有 秋季賽的賽程喔 可以來增加收入 爭取明年球季有更前面的排位 接下來關心到的就是 萊德杯的部分啦 萊德杯到底 Zack Johnson 這個冠軍隊長 要選 誰 大家都非常注目 因為呢 LIV的選手 他們打的都沒有積分嘛 所以呢 LIV能入選的人 目前 呼聲最高的 只有一個人就是 Kepka 因為Kepka在四大賽的時候 他有好好把握 他包括呢名人賽並列第2 PGA錦標賽呢 他是拿到了冠軍 所以呢他的 那個排名呢 的積分是大躍進 所以他當時呢 打完這兩場的時候 他是非常有可能 可以進入萊德杯的這個 選角的 包括是變成隊員 不過呢 他後面四場 四場大賽他有兩場 其實打得不好 包括呢 是英國公開賽並列第64名喔 美國公開賽也只有 並列第17 所以呢 他措施了拉高更多差距的可能 導致呢 很有可能會被 包括是 Maxson Ma Patrick Kenley 還有Shufflett 有機可乘 可能會奪取他 參加這個 萊德杯的地位喔 那我們來看到 美國隊呢 選萊德杯 隊員的狀態是 BMW錦標賽結束之後 積分前六的 自動可以入選 所以包括是球王 Scotty Shufflett 可以入選 還有 Windham Clark 以及 Brian Harman 那 Johnson隊長呢 他另外有 六張外卡的 名單喔 那大家也都很好奇 到底誰可以進入 來看到的是 六張外卡喔 包括是Ricky Fowler呢 他 寂寞的時候 有打出一勝 那Glover是有 連兩勝的成績 所以他們兩個人呢 將會是 非常熱門的 外卡人選 那至於呢 季後賽 打不進去的 Justin Thomas 其實也是 隊長心儀的 對象 那再來看到喔 已經入選的 選手有誰喔 就是呢 Jordan Spitz Cameron Young 還有 Colin Molikawa 以及Keegan Bradley 還有Sam Burns 那這些選手呢 接下來呢 都可以來參加 包括是 萊德杯的 美國隊員的狀態 那目前呢 外卡名單喔 最熱門的人選 當然就是 Kepka到底能不能夠進去 也成為球迷討論的 熱烈話題囉 以上就是今天的高談一刻 更多精彩的體育消息 請鎖定 體壇觀測站 我們先去治療 我們先來看 我們先來看 你們先來看 我們先來看